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很抱歉啊 这么晚再做这个点点今天事 不过我没有忘记点点今天事 那么在过去几个星期以前 我就点到了一个机构 我说十九大以来 很多的机构的领导班子也定下来了 职能也宣布了 但是有一个机构 它一直从成立到现在 它始终呢 职能不是很清楚 面目也不是很清楚 为了这个机构会怎么样呢 没想到 党还真没忘记这个事 习近平先生 也没忘记这个事 17号 他们还真开了一次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会议 但是这一次会议 除了习近平 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发表了一场讲话 强调 要把政治安全 作为国家安全的主要的任务 强调各界党组织 要把国家安全的任务 落实下来 由党组织来统筹 国家安全 似乎呢 有一些心意 但是呢 这是习近平作为一个主席的讲话 习近平今天是这个主席 明天是那个主席 后天是那个组长 现在加起来他主席的头衔 我不知道有人统计过没有 因为有一些小组 已经变成主席了 或者是主任了 那么 国家安全委员会 习近平是主席 但是呢 观察家们注意到 没有看到副主席啊 也没有看到其他人的名单啊 就跟早几年 开始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完全不同 那个时候国家安全委员成立的时候 声势很浩大 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 都参加了会议 而且不是政治局委员的人 有一批人也参加了 包括当时候的中央军委的主任的委员 当然 也包括 正在 结束审查的 黄恒辉上将 那个时候 他是参谋联合部的 参谋长 还一位 是政治工作部的 张扬上将 当然张扬现在在马克思那里 或者跟毛泽东那里 或者跟邓小平那里聊天了 因为他 对抗组织的生产 堂堂的 政治部局 居然 自尽了 自劫于人民 自劫于党 自劫于人民解放军 那么这一次 开会 开这个国安会 除了习近平主席 发表讲话以外 观察家们注意到 没有什么副主席 也没有提到什么办公室主任 也就是说 习近平的主席 这个主席 那个主席 这个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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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主席 如果下面的人不去执行他的指令 那你讲那句话 也不就是讲话 对吧 暴政上登一登 就未必有人落实下去 对吧 因为 你这个路线 确定了以后 你都需要有人来执行 所以大家说 怎么没有提副主席啊 这些主席啊 当然 这个主要一个原因是 大家已经开始学会 只要由一个人出风头 其他人 风头都不要出 所以呢 其实有两位副主席至少可以确定 一位是李开强 一位呢 是栗战书 这两位 这两位是 作为政治局常委里面的 国务院总理 也就是政府 作为立法机构 的人大委员长 来参与这个会议 来参与这个会议 因为这种状况 从各个地市里面出现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 是一致的 基本上 除了书记 担任主席以外 主席以外 地方上啊 我地方有的叫主席 有的叫主任了啊 好像是叫主任嘛 然后这个 这个 副首 基本上就是行政首长 市长或者是省长 然后就是 这个人大的 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所以呢 从这个来讲 既然报了李克强的名字 和 栗战书的名字 那基本上这两位是 副主席 而且这是 延续上一届的 这个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框架 上一次的领导框架是 这个 主席习近平 副主席李克强 还有一个副主席 是张德江 现在栗战书已经取代 张德江为全国人道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那么当然 他也就取代了 张德江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副主席 按照以前的惯例 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几个 关键性的角色 一个是 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当时候 是 栗战书的担任 因为当时候栗战书 是政治局委员 中国中央办公室主任 而现在的中国中央办公室主任 和 政治局委员 是丁雪强 所以一般人呢 就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 由丁雪强来担任 那么 还有一位 副主任 2017年就开始担任 他叫刘海信 是外交部的 原来担任部长助理 但是呢 上一届 有一个叫常务副主任 常务副主任 就是后来身为 政治局委员 兼北京市委书记的 蔡奇 那么 蔡奇走了以后 那谁是常务副主任呢 我们知道主任 如果是中央办公室主任 如果是中央办公室主任 那他主要是盲中央办公室主任的事 那么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得强 再加上 习近平 那你总的 有一个人呢 来做的办事 刘海信 从外交部调到国家安全委员会 那么就意味着 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 初级表现出某一种 作为外交事务的 一个决策 或者是 一个意识机构的 以及意识机构的 这么一个特征 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 最开始成立的时候 叫国家安全领导小组 那么这个小组 和外事领导小组 当时还是两块耙子一套人嘛 但是现在外事委员会 已经又成立了一个 外事委员会 外事领导小组 已经成立了一个外事委员会 杨洁篪在担任 具体的角色 那国家安全委员会 又留了刘海信干什么呢 那常务副主任在蔡奇走了以后 谁来担任这个常务副主任呢 是中央政华委的秘书长陈一新 还是现在公安部实质举行公安部工作的 日上工作的副部长 实际上他是比常务副部长还大 王小红 是哪一个人呢 在中央委员产生的时候 也就是在中国十九大之前 当时我就讲到 公安部 有几个中央委员的名额 一个可以说不能算公安部的 比如像 赵开志 他是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 所以他中央委员的名额 是由国务委员的国务委员来开始兼任的 那么公安部两个副部长 这是公安部的名额 一个就是傅政华 一个是黄明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当时候的顶顶金融事 应该是最早的 十九大之前 几个月好像值得一两个月 还是多少个月很明确地说 傅政华和 这个 黄明 会成为中央委员 当时大家都很奇怪 因为傅政华好像是被干掉了 怎么会成为中央委员呢 后来完全事实证明 点点今天事 不小心 正确了一下 其实按照当时公安部的权力框架 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出来 但是不过当时我讲到了 王小洪 为什么也可能会成为中央委员呢 那么公安部的中央委员的名额 也太多了 对不对 你不能以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这个名额 可以当中央委员 所以我说呢 王小洪很有可能 占了一个名额 就是给国家安装委员会 安排了这么一个名额 就给王小洪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国家安装委员会的 常务副主任 是不是王小洪呢 但是王小洪又在忙到公安部的事 由他来具体办事 他忙得过来吗 对吧 所以 国家安全委员会 在目前看起来 他仍然是一个空架子 完全角色不清楚 因为他没有办法确定 他是中共的一个 负责国家安全的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 因为你说 如果是 负责国内安全 已经有了政华委员会 如果你说 如果负责国际外交 你也有了一个 卫视委员会 那你在中间 加出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那他要干什么呢 有人说 这是很神秘 其实不是神秘 神秘什么 就是领导同志没搞清楚 他要干什么 所以呢 他才不好意思公开说 因为权力框架不清楚 讲起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明镜还专门出了一本书 就讲国家安全委员会 很好一本 你去想一想 当时候把国家安全委员会 大家寄入多大的希望 不是希望 多大的想象 说这是一个超期权力机构 超期权力机构很多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超期奇构的想象呢 就是因为 这个事情最开始的缘由 是江泽民提出来的 江泽民这个人 上海滩出来的 后学 从半西方 总是想模仿美国的一些东西 那么他当时在美国回来以后 开这个政治局会议 再开始聊天 就是说 主张中国也建立一个 类自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或者叫国家安全助理的这么一个机构 来统策 这个国家战略 安全战略 去处理那些 比 国务院 美国的外交部叫国务院 处理这个外交部的 外交系统 不是 因为外交系统是比较事务性的 功能性质的 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更高战略层次的 这么一个决策的 意识的一个机构 那么江泽民当时想成立这个机构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说 他退休以后 他不合适呢 再继续兼任 这个 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因为大家觉得 你这个就是谁 郑小平 郑小平什么都不杀 就拉了一个联邮军委主席 对吧 可以把其他人 嚇得屁股尿流 或者是嚇得低三下死 因为他掌握了军权 所以这个军权 是一个 对外不能打仗 对内只能 对付老百姓的这么一个军队 定位不清楚 是个党卫军 但是呢 他可以用这个所谓的军权 来嚇唬那些 不了解军队的官员 或者说呢 把中国的军队看得非常神秘 和恐惧的那些文官 所以 我很早就写过一篇很长的文 很多年了 这个 就是讲解放军的角色 我其中就讲到了 解放军的角色嘛 就是那个名义上掌握了解放军的人 来嚇唬那些没有掌握军队的人 如此而已 这是他解放军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他权力斗争的一个支柱 但是江泽民担任这个军委主席 因为呢 在他的时代 中央军委主席 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 已经三位一体了 或者是三体一位了 一个人担任 所以他想的 这三个位子都交给了 胡锦涛 自己免得了一个骂名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成立一个国家安全文会 的超级权力机构 来实质上控制军队 和控制了 刀把子 枪杆子和刀把子 因为国家安全文会的机构的想象中间 他的预想中间 就是包括政华系统的机构 也包括解放军的机构 也包括卫视系统的机构 也包括卫视系统的机构 那么就这几个机构加在一起 那么呢 这个 等一下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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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通过这么一个超级机构 实际上办以一个 幕后全力称动的一个角色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机构呢 在江泽民时候 只变成一个筹备机构 没有真正的成型 所以呢 匆忙之间 就变成了跟 卫视领导小组 两块牌子一头人马的 这么一个机构 所以匆忙之间 虽然扮演的还是一个意识机构 外交上的一个决策机构 也没人把它当回上 那胡锦涛时候 根本就是把它放在一边 实际上的运作呢 还是卫视领导小组 到了习近平上台 江泽民又跟习近平聊到这个国家安全文会 习近平觉得 也有道理啊 对吧 那就真正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胡锦涛没有用的 这个国家安全领导小组 就正来八经的 把它成立了一个 国家安全委员会 所以我前面讲到了 当时候的政治局委员 中央中央委员 现在政华系统的主要领导 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而且在那个时候明确了 习近平是主席 一个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李克强 一个当时的人大委员长 张德江 成为了副主席 声势浩大 名单大家也看到了也知道了 但事实上最近几年 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运作起来 因为他的操盘手 蔡奇 心思不在国安会 第一 他不熟悉国家安全事务 既不熟悉外交 也不熟悉政华系统 也不熟悉军队 所以呢 他每天干的事 就是练书法 为什么练书法呢 因为他知道有一天 他会当更大的官 更大的官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除了讲绘画 就是写书法 提词 所以他整天练书法 有一些外交系统的 国际政治方面的官员或者学者 蔡副主任 蔡常务副主任 如果跟他提提想法 也许我们可以跑到国安会去 落的什么金融会啊 搞一个什么位置啊 或者开一个什么会啊 但是没想到 好不容易也见了 蔡常务副主任 蔡常务副主任 只有一个兴趣 玩书法 在那练书法 你做你的报告 他听见了没听见 他只有书法知道 没人知道 所以大家都知道 当官啊 要升大官啊 要准备升大官的时候 在官场上 就必须要学会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千万不要干涨 因为你要升官了 考察要来了 大家都盯住你 这个时候你只要干啥 有一点麻烦 那么呢 别人就会 遭你麻烦 让你呢 增加这个 曲折 甚至还当不了了个官 所以当官 拼命干活的人 往往是权力已经比较稳定了 觉得干什么事情出来 或者是更加拉到权力的人 他不知道权力怎么回事呢 要拼命干干活 那些等待升官的人 那么呢 他是不会干活的 其实以前的 习近平 在福建 在江苏 多半也是这种状况 因为他知道 他会升上去 当然 他没有想到 会升为总书记 这个还是没有想到 但是当了政治局委员 那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习近平在浙江和福建 表现就比较平稳 他没有特别的下次 没有特别的问题 习近平真正在浙江和福建 干的比较好的地方 是在宁德 而且最开始在宁德的时候 他不惜得罪了很多 当地的既定的一集团 而在当地 为老百姓的利益 争取了很多 跟中央拉关系 而且呢 对这个什么 农业用地啊 对什么 城空电话啊 好像城空电话 最开始是宁德地区搞的 还是怎么样 作为地方来讲 等等 反正 贫困地区他申请 就是在宁德地区干的不错 后来宁德地区 后来升到其他地方 升到更大的官了 那习近平就像官一样了 就知道了 对吧 政治家 就像一个政治家的样子 不能上方下调 这个蔡奇也是这样 对吧 你习近平 当了总书记 才显示出他的政治的能量 他之前他没有显示出来 蔡奇也一样 对吧 在北京市委出席之前 没什么能量 就是因为他知道 要权力真正到处才可以 当然 蔡奇也没想到 他真正有了权力 搞了一个虚感低端人口 迎解天落人愿 我们一直希望 习近平能够把蔡奇掉一个位子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传闻总是传来 说调令台已经下来了 位置都已经安排好了 这个事情 现在看不到蔡奇 又动的这个样子 这是很另外的话题 但是我只是回到 刚刚我们讨论的就是 蔡奇走了以后 随着操盘手 国家安全文会 是变成一个神秘的空架子 还是变成一个有实实在在的 内涵的这么一个权力机构 或者是一个意识机构 它是不是会统合 外势军队 这个政华系统的功能 是不是还继续是这样 还继续说开完会就拿倒了 这个呢 实际到其中一个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 政华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实际上呢 是两个重点的机构 功能重点的机构 是撤销政华委 或者是把政华委 就变成一个序的框架 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变成一个实的框架 或者呢 政华委是一个实的框架 外势委员会是一个实的框架 中央军委是一个实的框架 而在这个支上 有一个空的 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是个虚的框架 也就是一个联系会议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刘海兴 当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 你就拉倒了 不要什么商务主任 因为一年 或者甚至几年 再开那么一次会 平时也没什么好意义的 因为你各自有功能 外事委员会 外交工作有外事委员会 政华系统的工作有政华委员会 军队的工作有中央军委 所以你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干什么呢 对吧 没有意思 但是我在之前的点点今天事 也提到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 三块八字 为了慢慢演变成为 差不多是一套人吧 就是政华委 中央外事委员会 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很多人士 是重叠的 重叠的一个好句就是说 跟其他机构一样的 两块牌子 减少观点和层次 然后呢 就是看你开会的时候 对外的时候需要拿哪块牌子用 不用 你就用就是了 对吧 就像工章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啊 中国的有一些机构里面的办公室主任 把抽屉一打开 对吧 然后三个工章 后来四五个工章 然后后来十几个工章 对吧 你看一下我该什么工章 对吧 现在不一样吗 比如说 中国的国家行政学院 和中央党校合并 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 那我就把我给搞晕了 对不对 我自己就想 你跑去读书 你到底是读在中央党校 还是读在行政学院呢 难道你面对政府的时候 你说啊 我毕业于 或者是受胜于 国家行政学院 你面对党的时候说 我受胜于 这个中央党校 这就很有意思 中央党校和行政学院 那都不属什么真正的文凭 不过中国也没几个真文凭 但是呢 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一直给你发两个假文凭 对吧 因为你那个毕业证 可能是两个证件啊 我这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一团浪马 中国的机构是越挂 越改越乱 我估计 他们连党的自己的系统都搞不清楚 找不到北 这个机构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挂一个牌子又怎么样 然后对外又怎么样 对不对 搞不清楚 你说这个国务院桥办 你又挂这么一个牌子 在中央统战部 然后你在国务院系统里面又没有这个桥办了 那你说 它是拆掉了还是没有拆掉呢 你说它没有拆掉吧 那国务院确实没有这个桥办序列了 但是你说它拆销了吧 那统战部又有一个桥办的东西 有个牌子 我的天哪 这个改革的思路 它是有意的搞成一场降服 让我们这些人搞不清楚 玩的就是神明 玩的就是降服 还是这个里面 未来经过一段时间运作 让某一些牌子把它摘下来就不要了 现在只是一种步度 对吧 现在党政合一 合在一起都挺好 哪一天你可能就不要党了 哪一天你可能就不要政了 对不对 反正看看那个时候谁的权力打 那个时候有人想 李永正作为他最大的权力 那党就不要了 那个时候一想到 这个政 还不如我党的组织系统控制厉害 那我就不要政了 我就叫党了 所以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这个外事委员会 和这个中央政华委员会 和这个中央政华委员会 它的职能 重疊混乱 怎么分清楚 怎么统合清楚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中央政华委的 这个主张日常工作的是办公室主任 陈一兴 对吧 陈一兴是从湖北省委副书记 兼武汉市委书记 任上调上来的 那么它的背景 来自于浙江 来自于浙江 浙江的 这个 省委副名所长 省委的研究所主任 是一个笔杆子 但是它也有行政官的运作经历 还有一个就是王小洪 王小洪跟习近平的关系 比陈一兴来得更悠久 更可靠 因为那个时候 习近平在辅助的时候 就是被 王小洪就是他负责 负责公安保卫工作 公安局局长 所以关心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关心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现在它主管 公安部的厂务的 工作 是要把公安部 拆乱 分车 重新建立新的 国家 警察体系 建立 直使扮演 公安职能的 服务性的 这种一个公安部 把它分开 现在也在议案之中 那么公安部 那这个刀棒子 任务很吃重 它还有没有机会和 有没有时间 再来监督国家安全委员会 还是由陈一兴 具体来统割 政法委 和国家安全的机构 因为 从现在的其他地方 调一个人过来 现在看不到迹象 因为 按照以前的 规则来讲 习近平特别器重的一个人 要放到这个里面来 但是问题是 习近平现在器重的人 那些科长们 局长们 或者是副的职职们 一个一个都升官了 现在就是 官位太多 敌系太少 看不到新的敌系 要来当常务副主任 所以想来想去 只有陈一兴 和王小洪可能比较可靠 因为丁秋强 虽然占了这个主任位置 实际上他忙得不得了 他根本没时间来管这个事 那如果是陈一兴来管 那就意味着 政法委和 国家安全委员会 再加上刘海信 来自于卫视的 那么呢 未来有可能就是 实际上是两块八字 一头半人吧 不能说全不是人吧 因为 政法委主任是政治局委员 那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是总书记 对吧 完全是级别不太一样 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结构更高 对吧 但是实际上来讲 那政法委虽然也不是个很大的机构 但他至少掌握事权 因为他下面有公安 国安 检察院 法院 对吧 然后还有司法部 应急管理部 这些机构 还有国内资源部 等等 还有武警 武警一部分功能 仍然是还没有完全撤开 是在政法委 政法委没有那么高的级别 但是他的十权别 国家安全委员会大 所以我讲这么多 大家 没几个人听得明白 为什么没几个人听得明白呢 因为我也没讲清楚 那我为什么讲不清楚呢 是因为我们党也没想清楚 为什么党没有想清楚呢 因为习近平没讲清楚 因为从昨天前天公布出来 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的这个东西 抽象的几条 政治安全 这是一个很原则性的话 对吧 要各个党委统策国家安全 这又是一句原则性的话 没有看到具体落实的东西 对吧 那么港台媒体 就是说 神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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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超级机构 实际上啊 是什么神秘啊 是没有想清楚 这个国家安全委会要干什么 因为没有想清楚 所以人事安排 也就没有安排清楚 甚至连副主席都难得提 实际上 我告诉大家 副主席就是李克强和栗战书 而且呢 都是冠名的 因为至少李克强 虽然国务院事情不多嘛 权力都被拉走了嘛 毕竟国务院 还有些杂事 李克强虽然人大委员长 一年开不了几次会 代表大会一年开一次 但是他毕竟刚刚熟悉这个系统 所以他也没时间能忙这个事 当然 也许我话音未落啊 过几天 操盘手 大家就看出来了 是陈欣 还是王小洪 还是在哪个地方又冒出一头黑马 大家继续看吧 但是只是通过今天这么一个机构的分析啊 检讨啊 对比啊 大家看到了 党的问题 就是权力太大 权力太大 没地方使 就是乱舍利机构 机构塞了这么多 机构负机构 机构叠机构 结果呢 打开抽屉 一大堆工厂 一张名片 图形跟门运不下 权力太大了 真的不好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